而說到高雄美食 帶您看到就是左營區的明城二路 因為這裡燒肉店家林立 被高雄人稱作是燒肉一條街 短短幾百公尺就可以看到十幾間的店家 競爭激烈 甚至是有業者推出了個人燒肉吧 還延長了營業的時間 不僅可以滿足宵夜的族群 在疫情期間也兼顧到了防疫 如果想找燒肉店的話都會到哪裡去找呢 明城二路 為什麼 因為這邊比較多燒肉店 很多的 要吃燒肉的話 通常都會到哪裡去找店家 應該是明城二路 明城二路是高雄市著名的燒肉一條街 短短的幾百公尺 至少有十家以上的店家 而這次業者以個人獨享出來切近市場 就是希望能夠在激烈的競爭當中 能夠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要在燒肉餐飲的市場大餅 殺出一條血路 連鎖餐敵業者 不僅選擇競爭激烈的北高雄 工程掠地 就連市場分析也精準到位 除了一般的合作之外 也推出個人燒肉吧 不僅滿足單身客群 就連營業時間也延長到深夜 讓消費族群大半夜也能夠吃到燒肉的美味 下班的話就可以過來這邊 然後就可以吃燒烤 就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在玩都有東西 對對對 就不極限只有那些永和豆漿 有的沒的 自己想吃什麼就點什麼 對 然後就朋友一群 然後就自己想吃就各自點什麼這樣 想吃的時候就可以過來這樣 對啊 以台灣的燒烤來說 主要都還是人多聚餐為主 他可能很多肉品都要單點 那其實一個人要吃 他就變得很不方便 他可能怎麼點都不是 那我們因為看到這個市場的缺口 所以推出了一個個人式的燒肉套餐 業者經營策略 讓單身客願意買單 個人獨享不僅選擇性更多 客人只要依照喜歡吃的菜色 和牛 松碗或是海鮮 單獨一個烤盤就能輕鬆大袋美食 尤其目前疫情逐漸升溫 還能兼顧到防疫需求 就不用擔心飛沫傳染的問題 那也可以選自己比較想要吃的東西 對 就不用顧及到別人的感受這樣子 不用夾子這樣夾來夾去 對 就自己一個人一鍋 然後不會碰到別人的 是 你可以減少什麼的 傳染的通缺 對 消費者慢慢的會有一個比較 因為疫情考量的關係 所以會選擇更多的個人 不管是火鍋也好 或者是燒肉也好 選擇個人的可能會覺得 在衛生環境上面比較安全一點 不論日式 韓式燒肉 或是連鎖餐廳私房店家 來到左營區的明城二路 吃燒肉的選擇本來就多 如今又增加了個人燒肉的選項 想怎麼點就怎麼點 也讓這裡的燒肉戰場 變得更加競爭激烈 也別忘了 請問我 賺人 賺人